老法司讲习中常书 现代社会强调的版权、著作权 限制了善法流通 但对现代人而言 却以为是尊重智慧财产权的表现 请法司开始 我们对于每一个人 他的意愿 尤其是财产 当然要尊重 但是在中国自古以来 年中人得到天下人普遍的尊敬 爱戴 这两种人 一个就是教书的老师 一个就是医生 这两种人是救世的 没有财产权 所以他的著作是欢迎翻阴 翻阴的人越多 对他越尊重 你不尊重他 不喜欢看到他 我翻阴你的干什么 我花那么多钱 花钱要翻阴你的 那当然你的东西有价值 你的东西确实能对社会有好处 这个人家才愿意流通你的 那么现在这一限制 有版权著作权一限制 这些东西就不能够普遍利益众生 尤其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 如果有好的方法能够挽救世界 现在世界上到处我们听到 怎么样消弭冲突 怎么样能够促进安定和平 全世界的人来做 真有些人真有办法 那个著作权限制住了 一点办法的走了死多一条 所以这种这个政策的时候 是实实在在讲 是扼杀了很多慈悲济世的 这种人的幸运 所以这个对他不失尊敬 不失尊敬 说的不好听的话 对他是侮辱 连古人都受了障碍了 连《大藏经》都有版权 你吃什么话了 这版权是释迦摩尼佛的 释迦摩尼佛什么时候 把版权给你的 哦 他排了版 文字没有 但是这个版是他做的 他要这个权 你不能印他的 那怎么办呢 只好我们重新排版 重新排版 跟他版不一样的 那他就不是他的版权了 你看 惹这么多麻烦 这个版权 著作权 谁搞出来了 李温后国教科文组织 搞出来了 那我在参加这个 国际会议的时候 这个发言的人很多 我就向他们征求 有些人讲得很好 我说 他这个大会里面都有落相 落影 我说你这个东西 可以放在我们电台里面去广播 我们自己有一个微信电视台 我说那有没有版权呢 还要签授权书 这样我在想的 这个东西 他们告诉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搞出来的 搞出这个 有这么一个念头 定这个法律 那在佛法英国里面来讲 这个人深深事事与痴 为什么 他把别人的智慧张开住了 他将来的果报 深深事事与痴 到什么时候 他才能出得了头来呢 这个法律就废止了 没有了 他才能出来 很麻烦 不知道 动这个脑筋 签这个文字是容易 后头果报 可不堪设想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中国过去读书人 都在立业天下 所有一切著作的时候 绝对没有版权 绝对没有著作 所以我这一生 我喜欢读书 你看看 我所读的东西 人家书拿了 我第一个看版权页 他如果写到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个书我不看 这有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不看 那个心量那么小 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没有爱心 他是个商人 他不是读书人 他把他的东西 作品当作商品买卖 看得那么严 他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所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也不要浪费我的精神 你看我们中国古书 从前那个现状书古书 后面都是 欢迎翻印功德无量 没有提版权 没有版权这两个字 就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 这是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文化 所以现在中国东西没有法子流通到全世界 就是这个限制很大 这是什么 众生没有福 这些妖魔鬼怪 搞的这些障碍 那么我们明了之后 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要晓得没有版权 但是没有版权 现在又有个麻烦 别人都有版权 你要没有版权 他会把你的东西拿去注册 是他的版权 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后面有时候印到 版权所有 欢迎翻印 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有版权 我们欢迎翻印 我们不禁止翻印 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可以用这个方法 但是 niemandird虚 不 mak unquote 防恮 爹 我们 ..." 爸爸